- 空的代表林与白,用心自作的林白,大家安安,我是林白,欢迎来到林白JC,嗯,这个是下一季结束前的视频啊,有点拖延症,目前正在疯狂自作当中,明天该会上好几步吧,那么,首先,小杰克你知道这边的电机, 你去哪了吗,我找不到他呀,还没找到电机,牛仔就受伤了,嗯,好吧,我去帮忙啦,还有一个医生的小技巧,嗯,也是一样扛到了,不过是扛了之后,然后让队友去砸他,自己砸也可以,让队友跑然后自己砸,但是这个牛仔急着下板,可能是刚刚合作,还不是很习惯,来,再过去帮忙, 这里生了两个女儿,这我就不帮,不帮他扛了,他下了板子,就从后面帮他扛 诶,这打了我一刀,他这个包抄就没有作用了,这如果他没有追过来,那我就可以在原地治疗,不用跑太远 这个牛仔在这里蹲下看一下,这个信徒,嗯,怎么换成主体,跑掉了,那我就去帮这个牛仔治疗一下,先去除信徒,对付牛,先去除信徒,再治疗,去除信徒的优先度是比较大的, 好,这里,也是要玩包抄啊,种了一刀,赶紧走,这里旁边有一个小屋就可以跑到小屋,如果他没有追上来的意识,那可以停在外面的窗边,也是比较安全的,好,这里治疗完,然后再过去帮忙扛,在板子前面扛一刀再砸下来是最好的,好,这里,是我的寄生信徒啊,所以我就直接放了个板子,不小心放了,结果,嗯,原来是能够的, 能砸中他的啊,嗯,这个判定,明明是消失了,就是这样,好,又出一个信徒,哎,这边牛仔一个鞭子,还可以,这里我再自我治疗一下,好,直接下板了,不管,哎,这里闪现,哎哟,打中我,好,这个时候没有打中牛仔,牛仔就可以用鞭子来救我,但是这个信徒是消失了,他不应该跑那么远,他应该也是没有意识到,过来帮忙治疗, 好,然后原生信徒过来了,也是闪进来,但是没打中人,哎哟,他这波好亏啊,这个,他没有打中,不关我的事啊,到这里,我就在这里治疗,他从后边来,我就走前边,如果他从前边来,我就从后边,好,这边治疗完了,这个傭兵跑了过来,没有必要,因为我在啊,我治疗速度很快的,根本不需要, 好,这个原生信徒又跑过来了,信徒,哎,这里想要中一刀,过后砸个板,他学聪明了,用了一个过板刀,这个还可以啊,可能是信徒太小只,站在那里挡不了吧,好,这里我就和他溜了,他想要再抓我,因为我已经破坏他的计划好几次了,非常的亏啊,他, 没有人上椅子,还剩下一台机子,嗯,好,这里他又寄生了一次,还是我的信徒啊,这个牛仔,哎,勾下,从后边一个加速,哎,没有打中,牛仔的加速可以说是帮了很大的忙了,他没有这个加速的话,牛仔这个,嗯,这个鞭子几乎是很难用的,好,这里上船,是比较安全的地方,先自摸, 然后再去找牛仔帮忙,结果牛仔在这,然后看到我的这个信徒,正在过来,嗯,你过来吗,嗯,你过来我就下去啦,这里下去,然后看见韩依在后边来,嗯,这个控制的还行,挺快的,这里直接开了机子,不知道怎么想的,嗯,反正在信徒放旁边直接跳下去,你就不怕嘛,好,这里先放这个那一步,把这个信徒 就去除就差一点,啊,这个是我的,呃,自己倒下,OK,赶紧来摸我呀,你别散在哪,原生信徒很快就会过来的,赶紧摸起来,还剩下一点,这个仙姿,放了一只鸟直接过来摸,哎,摸满,赶紧,两个人扛到,哎,仙姿,哇,这个牛仔把这个仙姿给捞走,呃,原本可以两个人扛到,这个用兵没扛到,然后我就被打中了,仙姿的鸟刚刚好没了,一刀倒, 好,牛仔在这,一刀倒,结果三个人倒了,可以撕出这个局面,就因为牛仔这一勾,这个别乱玩啊,勾子,哎,哎,哎,勇兵又被打一刀,你这勇兵在干啥,好,我这里上一只,能不能把人给摸起来,然后全圆走开,这三个走,或许牛仔可以再勾一下,把我给勾走,这里可以试跑,好,这个勇兵快倒了,这个牛仔就直接跑了, 走了,被赶走了,好,仙姿,摸起来走了,呃,还算可以吧,这局是可以试跑的,因为牛仔这里捞,就把试跑给捞没了,